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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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敌人这些天占据优势 完全是靠坦克 我们能不能利用黑夜 来个主动出击 搞掉他的坦克阵地呢 让他的坦克都趴窝不行吗 众人一听 如梦方醒 纷纷拍手称赞 1952年1月28日 第152师 组织36名爆破手 分成12个爆破小组 带足了炸药包 在午夜时分 偷偷摸进了敌军坦克阵地 随着一声声惊天巨响 英军坦克变成了一堆堆废铁 二七旅这个引以为傲的坦克营 � 人员基本被我军全监 第二天 蔡郑国指挥全军全线反攻 失去坦克的英军二七旅瞬间没了战斗力 大部分被我歼灭 扭转了战局 彭 老总看到战果后 高兴地拍了一下桌子 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 五十军选蔡郑国 算是选对人了 但不幸的是 蔡郑国还没有在战场上再显身手 就很快陨落了 1953年4月12日晚九时 蔡郑国在军部一间装瓦房里 组织召开个失旅团参谋长会议 不幸遭遇敌机轰炸 一个炸弹在会议房间爆炸 弹片从蔡郑国被捕穿入 蔡郑国被抢救到坑道里时 呼吸和心跳都已停止 年仅四十四岁 这个消息传出后 全军震动 也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蔡郑国将军的遗体被运送回国后 安葬在沈良烈士陵园 由志愿军代理司令邓华亲自撰写碑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